台湾灯会人潮超过1183万人次 创下了历史新纪录 这次灯会除了当红的灯区之外 灯会还有个非常特殊的活动 那就是华丽的汉服走秀 如果您错过了 没关系 透过镜头一起跟我们再次欣赏 美丽的汉服走秀 许多民众拿着相机专心拍照 他们的目光都聚焦在 难得一见的真人汉服活动 模特儿一字排开 穿着各个朝代的服饰 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 很棒很棒很棒 真的 感觉人脸很漂亮 他的装扮很特殊 味道看起来真的很好 还挺新鲜的 第一次看到的是生死版的 回到展区 就是真正的汉服走秀了 明朝 宋朝 唐朝的服饰 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 穿上汉服除了能改变姿态 其实还可以修饰身材 材质啊 纸料 衣服的布料的剪裁啊 还有就是说它可以展现 就是每个 我觉得是它的骨架吧 就像对女生而言 它的骨架可以看起来很鲜瘦 这样子 对 具有飘逸感 这对来自巴西的夫妇 满口都是称赞 我们很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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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新的 我们没有知道 所以我们很感激 看到的 唐太宗盛世的时候的衣服 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好 以现在来说 我都觉得非常的华丽 看完华丽与飘逸感的汉服 许多民众对于亲自穿上汉服 都跃跃跃试试 有机会可以穿汉服的话 会不会想要尝试看 有机会的话 想啊 我会啊 有机会穿那个是最好的啊 回味一下啊 岛齐古人的一些 他们的礼俗啊 黄浩的 它的很漂亮 从6月12号开始呢 连续5天在台北花博铅宴馆 新党人电视台 我们累积这些年来 所有圈统文化的 这样的一个节契呢 希望跟现场所有的朋友们 一起来互动 让大家更加了解 在这个平台上面呢 我们与您一起 在共同在未来下一代里面 能够更加的和谐 提升社会道德 好多美丽啊 快点快点 也许今年6月 走一趟花博铅宴馆 就能亲自拥有 穿上汉服后 穿越时空的独特感受 新唐人有的电视 台湾新竹综合报导 好多美丽 好多美丽 拍摄朱铅室 好多美丽